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锻炼胸部还有肩部的很好的方法 但是很多朋友做过之后有肩部疼痛的感觉 这里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有关肩伤的问题 人体的手臂与曲体的连接是靠肩关节来 而肩关节本身是一个很浅的关节 关节是靠包围在肩关节旁边的一些小肌肉 叫稳定肩关节的肌肉来保持关节的稳定 所以那些小肌肉很容易受伤 我们平时锻炼的都是大肌肉 其实对于肩伤的一个问题 还有很多肩周炎那些疼痛 很有可能就是由于那些小肌肉 平时得不到锻炼的关系 先简单介绍一下肩关节的解剖 大家可以看到肩关节是一个比较浅的关节 但是肩关节的灵活性很大 但是在增加灵活性的同时也牺牲了稳固性 我们平时看到的肌肉都是三角肌 看到前竖 中竖 还有后竖 但是我们平时所看不到的是在肩胛肌 包裹在三角肌 还有隐藏在斜方肌后面的一些稳固肩膀的小肌肉 它一共有四块 大家看到那个骨头是肩胛骨 上面的叫港上肌 下面叫港下肌 还有小圆肌 还有一块看不见的稳固肩膀的肌肉 是在肩胛骨的下面 叫肩胛下肌 这些肌肉你可以看到肌腱在左边 都连接到那个肱骨上 也就是大臂的骨头 这样构成一个关节囊 有稳固肩关节的作用 这些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锻炼的肌肉 肩痛的原因有很多 一般的就是稳定这些关节的小肌肉 缺乏锻炼造成肩关节的不稳定 还有可能是肌腺肌肉 还有肌腱拉伤或者炎症导致疼痛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三个动作 促进大家的肩关节的健康 第一个动作是肌肉外旋肌的锻炼 动作是躺在地上 握姿侧握 可以拿一个三四斤的哑铃 不需要太重 而且太重的话反而不好 我这里就拿一杯水这样子 然后动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肘关节靠着身体的时候将外旋 这样巩固肩关节的外旋肌 移过来一点 外旋这样子 动作不要做太快 尽量慢 慢慢上去 慢慢放下来 感觉不是肩关节的这大肌肉用力 是里边的小肌肉用力 这样做大概十次 你会感到有内部肌肉很酸胀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而平时呢 因为我们都是用大力量去忽略了这些小肌肉的锻炼 稳固肩关节的肌肉的锻炼 这样做每次做个二十次 做个三组 然后换一遍再做 这样强化外旋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需要一个板凳或者床也可以 沙发也可以 反过来 躺在板凳上 两手自然削锤 然后呢 这个动作我这个稻草人 先是考虑肩关节这样 往后 往后 拉的感觉 然后这样 两个手成直脚 这个时候再把它外旋 这样向上 有的人觉得会很便宜 我开始的时候 可以慢慢来 再做一次 其实肩胛骨往后缩 然后两个小臂与大臂成直脚 然后再外旋 往上 可以把大拇指竖起来 Again 这些是锻炼 平时我们没有锻炼到的小肌肉 稳固肩关节的小肌肉 再做一遍 肩关节往后 小臂与大臂成直脚 外旋 大拇指向上 这样再慢慢还原 这样可以做个 三组 每组十五到二十个 你会体会到那些小肌肉的 很紧张 这说明起到了锻炼的作用 第三个动作呢 要撑在地上 注意这不是瑜伽的 那个做公背的动作 这是肩胛骨的动作 撑在地上 双膝跪地 两手与肩略宽 然后呢 体会是肩胛骨 这样子 往后 然后再起来 手臂是伸直的 不是伏伸 而是肩胛骨的运动 因为平时我们肩胛骨运动的太少 下去 感觉肩胛骨往后缩 然后再伸展 锻炼肩胛骨的上面的一些小肌肉 这个呢 你会感觉到很容易 那如果很容易的话 你可以把腿往后伸一点 这样呢 对压在肩胛骨上的压力大一点 这样子 注意手势伸直的 肘关节不要弯 最后呢 如果你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甚至可以伸直 特别是男生的话可以伸直 这样子 这样 根据你的力量大小 可以从跪着半跪到全部伸展 也可以做三组 大概每组做个15到20个 对于有肩胜的朋友呢 这样的作用呢 是增强 特别是外环那些关节 小肌肉的 给它锻炼 这样能够平衡那些内旋肌肉的锻炼 这样稳固肩关节 有肩胜的朋友呢 特别是做那个臥推的朋友呢 建议停止臥推 大概一个月左右 然后强化一些肩关节的小肌肉 然后可以多做一下拉的工作 试试看这是不是有好处 好的 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